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71天 圣灵,请你来 花时间与神相处应当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什么都不能和神的同在相比 但你应该在哪里找到神的同在呢? 圣灵,请你来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听到这句古老祷告词时的情景 我当真以为圣灵会走进房间呢 那是1982年的一个周日晚上 晚堂敬拜结束后 我们聚集在教会地下室开会 当大家祷告 圣灵,请你来时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看到有人被圣灵充满 产生了和使徒行传所记录的 五旬节发生在门徒身上相似的身体反应 第二天 当人们祷告圣灵,请你来时 又有人被神奇的医治了 如今,神通过圣灵与祂的子民同在 当我们祷告圣灵请你来时 我们就是在祈求更真切地感受到神的临在 新约明确表明 使徒恳求圣灵降临 而且圣灵多次以外险方式 突然降临到一群基督徒身上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在今天的旧约经文中 我们将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今天的三段经文分别讲述 神如何通过圣灵将祂的能力赐给你 诗篇76篇1到12节 渴望神大能的同在 耶路撒冷圣殿的最初意义不是为了献祭 而是为了彰显神与祂的子民同在 诗人写道 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祂的名为大 在撒冷有祂的帐墓 在西安有祂的居所 撒冷是古耶布斯语对耶路撒冷的称呼 西安是耶路撒冷的代称 而在旧约时代 耶路撒冷是神临在祂子民当中的具体地点 神的帐墓就搭建在这里 耶路撒冷是神在地上的居所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 尤其是对圣殿充满巨大情感的原因 以色列人特别渴望神的同在 新约告诉我们一个奇妙真理 无论我们身在哪里 神都会通过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祂子民当中 通过圣灵 神内住在你里面 主啊 我渴望你与我同在 感谢你 你在人间的居所 是在你的子民当中 今天请再次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 13章42节到14章第7节 被神的同在充满 自从五行节那天 神大能的同在便充满了祂的子民 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再次读到初代教会的信徒被圣灵充满 历史历代所有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 本段经文显明当人被圣灵充满后是如何展现出神的大能的 第一 服饰有果效 在安提阿 很多人聚集要听神的道 在以歌念 保罗和巴拿巴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他们的讲道很有力量 信的很多 神使他们大行神迹其事 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是真的 但神迹并不表明只要你信靠神 就可永远顺利 无病无灾 神迹显明 神的国以超自然形式临到人间 以便让福音进一步广传 这才是神迹的真正意义 第二 逼迫 不要以为只要神同在 你就不会遇到任何逼迫和阻拦 《使徒经传》显明 反对时时刻刻都有 仇敌尤其会在神做工的地方兴风作浪 设置障碍 在安提阿 有些人满心极度硬搏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他们挑唆 逼迫保罗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在以歌念 那些拒绝福音的人 耸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脑恨弟兄 他们聚集一群人 凌辱使徒 用石头打他们 第三 喜乐 你的喜乐并不来自于环境好坏 没有神的同在 才能带给你最深切的喜乐 使徒遇到了极大逼迫 不得不离开安提阿 他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城镇 以歌念 虽然经历各种波折 门徒却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第四 勇敢 遇到逼迫不要害怕 圣灵会赐给你勇气 在安提阿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在以歌念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以靠主放胆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其事 证明他的恩道 虽然遇到逼迫和凌辱 但使徒仍旧在那里传福音 主啊 今天 请你用圣灵和喜乐 再次充满我 请赐我力量 让我不要被反对 阴谋和阻拦下退 赐给我勇气和信心 大胆宣讲耶稣的福音 请你用神迹和歧视 来印证耶稣的福音 旧约圣经 列王纪上 七章二十三节 到八章二十一节 神荣耀的统在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你不想和神相处 我们会花好几个小时上网 看电视 或者包电话周 就像乔伊斯麦尔说的 将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觉得天经地义 魔鬼最不愿看到的事情 就是基督徒花时间与神独处 他会不遗余力 阻拦我们这样做 其实 撒旦更希望基督徒 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上 这样 我们就没有时间与神在一起了 本段经文帮助我们明白 与神相处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作为基督徒 与神相处是你的特权 如果我们站在新约角度来领会这篇 关于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经文 就会发现更多奇妙真理 新约告诉我们 耶路撒冷的圣殿 预表了神真正的居所 这就是信主之人的内心 约贵尤其代表主的临在 在圣殿使用前的准备仪式 和所罗门献殿里的赞美词都显明 圣殿落成的高潮 是迎约贵入圣殿 约贵里没有两块石板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和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 并无别物 这两块石板上刻有十戒 当你、神的子民 按照神的话生活时 就会发现神的灵 在帮助你更多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们看到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 有云充满耶和华的电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共直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虽然神是无处不在的 但我们并不总能感受到他的灵在 显然 圣经在此处所描写的 是神灵在的加强版 当所罗门说 我已经建造殿宇 做你的居所 为你永远的住处时 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 当祷告圣灵请你来时 我们就是在祈求对神的同在 有更加深刻和强烈的体验 我们也确实常常经历到这样的感受 有时 当我们与其他基督徒在一起祷告时 就会经历这样奇妙的时刻 有时 我们独自与神相处 也会有非同一般的感受 与神独处并非一项律法 但有固定的灵修时间 确实大有益处 当你安静读经 祷告 听赞美诗 或者紧紧默想 你就能感受到神的同在 有时 当你呼求圣灵请你来 神就会用极大的平静 安稳和淡定来回应你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初你的荣耀 充满了所罗门的圣殿 如今你的荣耀 就在你子民当中 感谢你 你所有的承诺 都在我们当中 被成就了 圣灵 请你来 今天 请再次成就你 对我们的应许 感谢你 因为每当我们 如此祷告时 圣灵就来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越发感受到 你的同在 请帮助我有固定的 灵修时间 每日享受与你一起的 美妙时光 佩伯的补充 《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节 但犹太人挑唆 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 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真遗憾 这些敬畏神的尊贵妇女 也像犹太人一样 被嫉妒捆绑 甚至于他们一起 去逼迫保罗和巴拿巴 就算你是基督徒 有时也会被诱惑 去做傻事 我们太需要智慧 和分辨力了 今日金句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 《使徒行传》十二节